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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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又來到《源頭有你的時間》 今集的嘉賓是在夜校任教的溫老師 咦?想約Missy吃宵夜? 要夾一夾旗 因為她多了兩個很重要的寶貝 夜校的教學和家庭之間 她怎樣平衡呢? 一齊看看 咦? Hello 今晚上課前 因為拍攝的關係 溫老師的兒子來到學校 引起她的一些感觸 我嚇你去跟人家說 Hello 他們有點內疚 就是覺得他們最需要 晚上的時間 其實自己就不是他們身邊 要爸爸一個人去照顧他們 陪他們睡覺、說故事 都要爸爸做 都很辛苦自己 都很辛苦我先生 盡力做夜校 將來真的不知道怎樣 不知道會不會 因為他們可能有些情況 我要去轉回日校 但我希望自己可以堅持到最後 我曾經有個學生都跟我說過 他說 他覺得我是改變了他 他說希望我繼續留在這裡 多一天就改變多一個學生 他這樣跟我說 這番說話是對我一個很感觸的說話 我會覺得原來你做的小小事 其實可能學生會記住他一輩子 甚至可能影響他一生 教育學生從內出發 溫老師除了備課 更加著重備好每一個學生 與同學建立亦施亦有的關係 是 在那裡 無編的現在 我不知道怎麼說實話 會不會出事 祝你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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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歲 謝謝… 十八歲 好,先說完 太好了,謝謝 謝謝 通常一個心願可以說出來 全班升班 我覺得學生 是我人生中不可以失去的回憶 是我成長一個很重要的經歷 溫老師七歲的時候 夢想成為一位老師 十七歲升大的志願 亦只有教育 大學畢業後走入夜校校園 成為黑夜中的春雨 以前就覺得 教師就是站在港壇 就是一個很威嚴 你說什麼,同學姐就在下面聽 不會去質疑你,不會去反駁你 但是一做夜校的老師 完全是不同 因為同學年紀又差不多 有知力,有經歷 甚至認識的東西可能比我多 阿欣是溫老師第一年教書時的學生 跟溫老師猶如親人 在溫老師的倚如目染下 他現在也是一位老師 我真的跟他十五年入面 基本上很多事都同步 然後無論我們的結婚 三、四朋友 甚至他之前的畢業 他的結婚 我都是參與在他的人生入面 第一年入來的時候 會覺得這個老師很年輕 但是經過了一段時間的相處 發現這個老師不單是年輕 他在教育方面 他都放了很多心思 在教育事業上 我很喜歡聽他說歷史課 因為他說的時候 很有畫面 聽起來是很吸引的 他對學生的心 其實在這幾年都沒有變 反而可能是多了 不單是我一個學生 認為他是一個很有安全感的朋友 應該是他這麼多年裡 他跟學生的關係 都會好像我跟他們的關係一樣 我群組 我自己的群組 我已經將他們置頂了 不用說經常找 其實放在第一個 我家裡的都未放在第一個 我的學生已經放在第一個置頂 對學生的每一件事 其實我都覺得 應該是要盡自己的能力 其實可能你就是沒有盡力 就是差一點點 其實可能那個學生就是差一點點 就是如果我做了的話 他不行的 那也沒辦法 如果我差一點點也不去試的話 可能他就是差一點點 他就已經去到終點了 那為什麼我不嘗試多一點點呢 家敏是上一個學年的新生 他十分感謝溫老師 對他的關心和細心 第一天進來 老師都很關心我 就是他每一堂 有個小優他都會來問我 怎樣 習不習慣 跟不跟到這裡的東西 然後就算是 不止第一天 他之後過了一個月 都有繼續問我 怎樣 會不會認 會不會說 不習慣這裡的生活 很希望他找到他背後的故事 為什麼這個學生來我們學校讀 他一定是有原因的 希望可以幫到這個學生 看看是否可以令到他在這個地方 更加快點融入 甚至可以在這個地方 可以找到他一個新的一個目標 一進來的時候 老師就已經問我 有沒有打算去升大學 是一個有教務類的老師 只要你有心學習的話 他都一定會幫你 讓他們知道 你們要為甚麼而努力 你們要為讀大學 你們就要在甚麼方面努力 讓他們自己可以去調適 自己去知道自己究竟 自己在做甚麼 很長氣 對他們的學生 很長氣 長氣過他們媽媽 經常都說 長氣過我媽媽 我說是 我代表著甚麼 代表著我和你媽媽一樣 是緊張你們 你太遲交了 你報告太遲交了 我去做交就很緊 下次不要拖到那麼後 知道嗎 然後又說頒獎 一個夜校的老師 除了要認真地避好每一堂課之外 還要認真地避好每一個學生 成功不太多 失敗比較多 很多時候讀讀下 可能都是 不讀了 唯一個都要奮鬥 不只為三成 我覺得是 梓當年曾經九次 向溫老師提出退學 但都一一被溫老師挽回 有一次我記得 他跟我說 我小朋友 我兒子沒有人拖 然後他就叫我帶他回來 然後他會幫忙我照顧他 看著他一會兒 九次 不是每個老師都說九次 他說幾次退學 你都叫他試一下 幫他想辦法 但是我自己覺得 如果我在他說第八次的時候 我都跟他搞退學的話 可能他就整個人生是不同了 只未給我的感受就是 他說了給我聽 如果我不放棄的話 我一定是做到的 是的 讀早書這麼多年 都未曾試過 遇過一個這樣的老師 我覺得 都會再聽他的說話 去嘗試一下 再嘗試一下 堅持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完成 十五年的教學生涯 對於溫老師來說 不只是一份工作 他付出真心 始終如一 仍然是最當初的那一片 黑夜中的春雨 對於我的夢想是做教師 我說其實一個人 一生人入面 可以實現到他的夢想 其實不是說 一個這麼理所當然的一件事 但我是做到 所以我覺得 教師不是一份職業 對於我來說 他不是一份 只有一份 朝九萬五的工作 他是要你用心去做 然後才能夠跟學生去交心 給我的心 給我的一份工作 始終都會… 因為有小朋友 如果我沒有小朋友的話 我絕對… 我相信我自己 會一直在這裡教下去 如果我沒有小朋友的話 我覺得我自己會一直教 因為有小朋友 而且是… 如果要我先生一個人 去負擔 負擔兩個小朋友的學業 我又不知道可不可以 所以我現在正在嘗試 大家正在取得平衡 如果大家是可以的 我都希望儘量教下去 如果你說儘量有一天 小朋友真的需要 慢慢去輔助 可能我自己都要去到這一步 即更加不捨得都要 但現時我覺得現在 可能這幾年 我都還可以在這個崗位上 繼續下去 我覺得教師這個職業 其實真的要寫起很多 寫起和家人的時間 寫起和小朋友的相處 但是我會覺得 這裡的地方 這裡的學生 其實還需要我 我想再嘗試一下 看看可以幫到他們 幫不幫到他們 唯一寫起不到的就是學生 禮拜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